浪姐思开播以来 热搜上就时不时出现相关姐姐的词条 前来参加这档节目的女明星们目的都很明确 有实力的 希望能再播一播人气 出道多年的还想卖卖情怀 总之 翻红是刻在这档节目基因里的标签 的确 过去三季节目 不少姐姐都吃到了红利 比如万倩 张雨起 张寒韵等 这一次 有七位浪姐 还没翻红就翻车了 1.吴倩 自从吴倩确认参加浪姐思后 就热搜不断 刚放出仙导片的时候 她和张嘉尼捆绑 被网友戏称有一种死了老公的美 节目开播后 吴倩出舞台表演了好久没在生命里 表演一般甚至有些尴尬 但依然靠造型 营销成了迪斯尼在桃公主 在分组环节 陈佳化主动邀请吴倩加入 结果吴倩一副受宠若惊 又很迟疑的模样 于是 这一幕被营销为不自信 很受伤的模样 还把张雨剑拉出来 表示吴倩变成这样 都是渣男害的 总之 吴倩成了美强惨的代表 颇有一种 他没有负天下人 却被天下人辜负的感觉 但是营销多了 也会遭到反噬 在最新一期的 你好星期六中 吴倩的人品彻底暴露 游戏的第一个环节是分金币 吴倩和张冰冰一组 对战的是王雪芹和秦萧贤 张冰冰和秦萧贤 本来商量好了平分金币 吴倩也答应了 结果到了出牌环节 吴倩却突然变卦 选择了毒吞 这种行为已经是两面三刀了 秦萧贤为了报复张冰冰 在后面的游戏环节 不断惩罚张冰冰 本来就是吴倩让张冰冰受到惩罚 但是吴倩却一直责怪张冰冰 总之 吴倩整个人呈现出来的 都是负能量以及分裂感 不得不说 营销是一回事 自己还得拎得清 没有作品 只靠热搜 迟早拜光录人员 二徐怀宇 徐怀宇是整个浪姐四 最让人期待的姐姐之一 因为她代表过一代人的青春 那首《我是女生》 更是想撤过大江南北 她参加这档节目 很多人都把她对标王心灵 但徐怀宇还是让观众失望了 她看起来依然漂亮元气 可是一开口 早已不是当年的徐怀宇 唱功退化 气息不稳 完全没有专业歌手的样子 她演唱的纷飞 算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 可是她没有做任何改编 在舞台表演上也很平淡 比起其他姐姐的花样 她毫无诚意 因此她的初舞台 没有掀起任何水花 在这之前 她还被爆出 最新商演 无薪录制节目 导致舞台表演翻车 这么好的机会在面前 徐怀宇不抓住 胡了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陈亦涵 年过四十的陈亦涵 生了两个孩子 状态依然能打 她一直以来都是元气少女的模样 到了中年 依然还有少女感 没想到 陈亦涵拒绝少女人设 还表示自己不是少女了 觉得少女这个词挺恶心的 说实话 娱乐圈缺少这种 拒绝少女人设的女艺人 陈亦涵如果能说到做到 还真是一大看点 结果到了初舞台 她依然还是少女装扮 双马尾 超短裙 在舞台上嘟嘴卖萌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她的微博还点赞粉丝 夸她青春活力可爱的动态 太拧巴 太做作了 引来网友疯狂吐槽 四曾可妮 曾可妮曾在2020年参加青春有你第二季 有一点水花 后来她和金子涵 刘令兹 戴燕妮组成限定组合172girls 但是这几年没有一点水花 比赛结束后 曾可妮也就逐渐沉寂了 能参加浪姐4 对曾可妮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或许是太想翻红了 在初舞台表演的时候 她明显用力过猛 明明才30岁 却有一股油腻老男人味 曾可妮的舞台经验的确很足 但是把女团那一套全部搬出来 只剩下机械化的舞蹈 毫无灵气 更有意思的是 在网络人气排名中 曾可妮排名第八 超过了曲影 龚琳娜 蔡绍芬 张佳妮等人 曾可妮的名气并不大 这么好的排名 不禁让人怀疑有座票嫌疑 5.刘亚瑟 刘亚瑟出现在浪姐4的舞台 再合适不过了 她原名叫刘欣 参加过选秀节目 明星学院 我行我秀 还出过专辑 转型当演员后 也说过累累 2021年 她凭借电影支持 拿下金像影后 无论从过往还是实力来看 刘亚瑟都足够亮眼 不过当一个演员出现在真人秀时 那种神秘感淡然无存了 刘亚瑟走中兴风 从气质到五官都是帅气的 但是镜头每次给到她 她都有一种故意耍帅的感觉 长得好看是一回事 时刻端着 生怕别人看不到她的帅 却显得过分做作了 早在仙道片里 她就十分用力过猛 同样是中兴风的安波 却要清爽真诚许多 一个影后 参加这种节目本身意义不大 表现不好 分分钟遭到反噬 6.谢娜 强捧糟天浅 这句话放在谢娜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这么多年 谢娜之所以备受争议 是因为她的能力 匹配不上她的资源和名气 但是 湖南卫视却偏要把谢娜 推上金字塔顶端 让她享受光环 也让她承受舆论的抨击 快本已经没了 湖南卫视的操作一如既往 谢娜的初舞台 波罗波罗蜜 表现重规重矩 却拿到了全场第四的分数 在五个城峰发布人中 她偏偏还要做到C位 这还不止 在网络人期投票中 她断层第一 谢娜只是一个主持人 搞得比专业歌手 专业舞者还要人气高 浪姐私办到现在 为流量论 难怪把路越走越窄了 七猪猪 猪猪参加这个节目 实在让人意外 早年混过欧美圈 这些年专注拍戏 现在出现在真人秀 着实有些掉价 没有太多真人秀 惊艳的女明星 在这档节目里 很容易当炮灰 这部 猪猪就因为低情商 在网上备受争议了 理睬话出来的时候 她主动和猪猪打招呼 表示看过她的戏 结果猪猪却不认识理睬话 还问了一句 你是演员还是歌手 当秋辞炫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在欢呼 回家的诱惑 猪猪再次一头雾水 问 回家的诱惑是什么 其实 猪猪不认识理睬话 不知道回家的诱惑 都能理解 但是参加节目前 不做功课 还要在镜头前表现出来 情商不高的样子